大家好 各位老師 各位好早上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祈禱 其實跟剛才唱的歌都很有關係 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做的 就是講祈禱 其實為教的來講 祈禱應該不用怎樣教 都會為祈禱 這個是我們一個精神食量 透過祈禱的方式 把我們帶回去祈禱 回到祈禱 但是為再長九成五以上的同學和先生 都不是教的 那究竟我們祈禱做甚麼呢? 很多時候都是針應 因為我們是一家祈禱 教育機構辦公室 我們回應我們的團體生活 又或者很多時候是因為去到一些危急的關頭 例如搞事重測 在這個時候就會看到英國很認真 還有隻眼睛 跟著雙手投手 站得很靜 然後連連有志願去為自己祈禱 這就是OK的問題 這些態度都是正確的 但是有少少地方要留意 那要留意甚麼呢? 就是簡單來說 我們祈禱是沒有以自己為中心 那甚麼叫為以自己為中心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祈禱的領域是甚麼 祈禱不是去改變天主的安排 也都不是祈禱天主去幫自己改變 是要求祈禱 祈禱是要求天主要堅持持音 我分享一個少少的祈禱經驗 那在一年前呢 當我還在長洲大教探石的時候 那一招呢 我要下山 都要完成十幾分鐘的路程 在禮拜做餐 給其他農事吃的 那在匯程的時候呢 就開始下雨 那要上去花餐 那起碼這兩天成二十分鐘才能下山 那陸在沿路呢 也沒有甚麼地方可以靈活 那我開始看到 那總之誰說 祈禱是小一點都不行 然後總之自己當時打過 是不行的 那當然呢 他聞到聲音打過 你怎麼看的話 現在你不會見到的 我應該有個修緣 那就是因為那些禱族繼續 所以我知道 當然不行了 我不會騷擾 那我沒有辦法 但是這個問 這個就是我用了一個 用自己為忠心的方式 去禮天主的血統 然後 我又繼續去祈禱 然後我就問 天主啊 我可不可以喊個從事出來 搗傘出來遮一遮 我反應他 嗯好一點啊 那由於N年前 手藝電話還沒有好看 那天主還是沒有理我 那但是又沒有放棄啊 啊 唯有繼續 因為是下雨嘛 那如果我不走的話 就一直變越濕 那我唯有繼續走 那我這個 是天主給了我的一個指示 那我走下去 看到有一棵樹 那我 那要在樹底裡 躲一層 但是那些雨真的很大 大到 沒辦法了 我說 你不准下天丸 我說 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那些東西就會濕透了 在同一時間 真的 在同一時間 我聽到一個鐵柵 開門的聲音 那長洲的屋呢 就很有趣的 那它是一些路邊的 那通常都會有一個圍著 圍著 因為那些三層高的一些複色褶 然後我聽到一門鐵柵 開門 開門之後呢 突然之間呢 有一位女士呢 拿著一把車 向著我的方向走過來 但是真的 因為在場呢 我還有另外一位的同事 在那裡 那他拿那把車過來 我不懂得來 但是呢 他會很親切地說 你拿去用吧 你用完呢 如果方便呢 掛在我的車站的門口 那一刻 我只會說多謝之後 也會報告其他事情 直接說 那一年之後 就放過同事呢 就把那個早餐 送了回去中心 那一刻 很開心 因為接著 他回應了我的甜品 也都給了最好的我 那所以簡單那裡 跟大家講一講 祈禱人態度 第一 不應該以自己為忠心 第二 祈禱呢 是需要有彈心 好會悔悔 第三 祈禱的時候呢 勇謙 發到自己人性的編約 需要天主去幫助 那最後呢 祈禱說有信德 在《八道福音》第七章第十一集裡面 講過 如果我們願意天賦祈求 父親一定會 對為子女安排最好的東西 那我這樣就這樣到這裡 謝謝大家